若问马路上回头率最高的是什么车,毫无疑问一定是超跑,而超跑之所以会有那么高的回头率,除了它那炫酷的外形,其实它那独一无二的声浪也有分不开的关系,对于广大男性同胞而言,超跑的声浪极其悦耳,但是对于那些不同车的而言,它的声浪简直就是噪音,但是不管它的声浪是不是噪音,它的威力我们都不得不服,不幸把一个玻璃杯放到排气筒的后面,启动发动机,再看看它的相场就知道了。 为了更直观的体现出跑车声浪的威力,我们将一个高脚杯放在排气管后面,随着马力的不但增加,玻璃杯的表面也开始产生雾气,最后直接被弹飞,镜头一转我们发现此时的高脚杯已经变成了一粒的碎片残渣,下场是真的惨。 有人说玻璃杯太轻巧,是被热浪吹出去后摔碎的,不足以体现跑车声浪的威力,那么我们换上一个大西瓜,并且将它固定住,看看它能否扛得住声浪的袭击。 随着发动机的启动,只见后皮的西瓜也没能扛住声浪的袭击,不一会儿就直接爆开了。 最后我们将表皮更厚,更结实的南瓜拿了出来,试试证明只有脸皮更厚的南瓜,才能经得住考验。 汽车排气的功率和发动机的功率息息相关,发动机的性能越好,它所产生的气流也就越大,所以行家一听到汽车的声浪,就知道该车发动机性能如何了,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项技术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